阿嬌和老公賴雲國 由美國返港 全程十字緊扣 由騷閃炮分界 在機場帶放閃光彈 丁子高環盲腸炎入院 楊千華現身的時候 透露老公的康復情況 不轉相隔十多年再參加籃球比賽 驚訝兒子打球也很有天分 歡迎收看15分鐘 我是老拼、羅沛奇 阿嬌和老公賴雲國 上個月舉行了他們的婚前派對 昨天終於回來香港 不過阿嬌就說 老公只是陪他一天 之後又要飛回台灣 但身分夫婦 正所謂少一秒也不行 所以今天他上載了 還有老公自己自拍的照片 賴雲國也有留言 這麼甜蜜,這樣放閃化 看來每天都會陸續有來 阿嬌、鍾欣彤 和台灣老公賴雲國日前返港 賴山賴太全程拖得緊緊緊 還不時甜笑對望 跟阿嬌手上的分界一樣那麼閃 簡直甜蜜爆機場 看到早前舉行的結婚派對 阿嬌就解釋這次洛杉磯之行 並未簽子註冊 我都說那個其實不是一個… 我們還未簽子 但我們因為一起的時間 不是太長 就是想一起有一個美好的 一個共同的回憶 所以跟所有的好朋友 想聚在一起 有一個很好的片段 然後打算在香港的婚禮 就會播給大家看 雖然兩位還沒簽子 不過阿嬌透露婚禮 已經訂好是年尾舉行了 12月 現在是12月 12月? 現在期定了嗎 未訂了 因為未留期了 對 到時候一定會告訴大家 我相信之前… 我不是刻意隱瞞 但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相信到時候又會看到阿嬌 穿著漂亮的婚紗燈牆 問到婚後 賴雲國會否搬來香港 他們表示會香港、台灣兩邊飛 阿嬌亦不會減工作量 我們倆都兩邊飛 即是台灣已經找了外殘了 甚麼?外殘 台灣已經找了… 一個地方,真的… 那你… 看著後面座 為甚麼後面座 打開工作 好像暫時沒有…減少 但會否人妻後不會那麼性感 老公有否說明 我沒有性感過 即是不怕親熱戲 對,真的不怕親熱戲那些 沒有,我跟她一起看 我真的親熱戲是沒有說不給 你問問她 你問問吧 你會介意太太一些親愛的戲份 或一些電影 親熱或是性感的戲份 你會介意嗎 她開心就好,工作 她開心就好 對 沒有性感 說老公那麼疼愛自己 相信拉雲國 在阿嬌的心目中 應該值滿分 不能超滿分 因為怕她太… 驕傲 90分呢?有90分嗎 有… 那太太多少分 她聽不懂 太太…你打多少分 她有多少分 小分嗎 打多少分給太太 小分嗎 滿分吧 老爺打多少分 你說我爸爸嗎 對 他很喜歡她 我覺得也是滿分 我也很喜歡她的家人 是否在美國也有說過 當阿嬌是親女兒 對,其實他們見面之後 就一直都很喜歡她 對,她也常常來台灣看我的家人 三分後 當然要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至於提到何時三分那B 兩夫妻又有計劃了嗎 問題大家都會問 但是還是要一步步來 對 有談過三個一和小朋友嗎 兩個 有這麼想嗎 暫時沒有 有 這個看緣分 對,跟小朋友都是一個緣分 帶兩邊家人也有趣嗎 沒有…沒趣 有壓力就差不多了 丁子高日前在社交平台 上載一張手臂吊鹽水的照片 透露因為患患腸鹽 而要入院做小手術 太太楊千華 英文出席活動的時候 就說當時收到司機電話 真是嚇死她 不過幸好現在好很多了 她今天好一點 因為她今天做了手術第二天 是穩定的,然後需要休息 雙腸還會痛 可以走,但不能站很久 坐下去會痛,扯著 而且我想她始終是第二天 開完刀 她的傷口遇合是需要時間的 千華又透露囝囝囝囝 雖然不能去醫院探病 不過也趁機幫她上了一課 因為她說要去醫院探爸爸 我說不行 爸爸醫院的小朋友不能去 那也是視像的 她明白的,因為她長大了 有些擔心的開拓 因為她不明白為何爸爸… 因為她盯著傷口 她開始看到視像 說為何有血 因為那個是傷害 她曾經對她有健康教育 現在她還可以的 話說回來,丁生在6月5日做手術 剛好六年前同一天 就是Toris出生的大日子 千華說笑話 她們夫妻同一天 都在肚子裡拿一些東西出來 一個拿盲腸,一個拿寶寶 認真搞笑 不過我老公入院 幫寶貝仔慶祝六歲生日的任務 就交給千華了 那就是我完成了 因為兒子適逢她的興趣班 就要表演的APA 帶了她表演 和幾個一起表演的同學慶祝 也有一個切餅儀式 還有祝酒 小朋友生日也不是很大件事 只是一個藉口給她聚集 讓她開心下跟同學玩而已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同場出席活動的 還有剛剛去完日本旅行的劉嘉玲 充完電的她,接下來有很長時間 然後兩個多月就留在香港 在香港彩排和演出和劇 現在我們正在準備 因為平時會去法庭 真正的法庭去感受 法庭的程序、氣氛等各樣 另外,老公梁超偉 最近參加飯船比賽奪得第二名 嘉玲替她開心之餘 還稱讚她始祝運動員 我覺得挺好 她在這個階段找到一個運動 她很喜歡 而且她一向都很喜歡大海 喜歡速度、平衡運動 所以非常好 但我也很替她高興 就這樣玩一玩 就拿了瓦棍花 她也是有獲獎的 我想她是一個被演戲 耽誤了的運動員 一向我也覺得米雪姐 又好戲又漂亮 最重要是豬顏有術 早前跟妹妹雪莉 和她的兒生女一起慶祝生日時 她就紮著兩條貓邊 戴著肩帽子 少女味十足 完全沒有慰和感 這位肖皇傭果然是凍鄰女神 曾經是文萊國家籃球隊隊員的 不專門,最近參加了內地球賽 日前出席發布會 亦分享到為何會參加這次比賽 其實參加這個比賽 當然心裡也有點緊張 因為我本身打籃球 可能大概有十年、十幾年 沒有參加籃球比賽 但心裡… 因為很愛運動、很愛籃球 從小就開始打籃球 所以就想要任性一次 吳磚打籃球,打了這麼多年 平時都會跟藝人朋友一起打球 到底她最擅長是打甚麼位置 其實我在文萊打球我都打 前鋒、中鋒我都打 因為文萊的人長得不高 我的高度已經是中鋒了 對,所以我覺得我都彌補大家 有時候我打前鋒,有時候打中鋒 吳磚打球這麼厲害 當然要教一下寶貝仔Max 聽他說,兒子也打得不錯 我覺得我的兒子有天分 我教他三次…三次而已 他現在可以左手跟右手運球 我覺得這個真的…我還蠻訝異的 全球盛世世格盃就快開羅了 早前潘傑嶺和來自俄羅斯的Ashinus 就分別飛到製身賽事國家 拍攝BiuTV節目 不過這天他們齊齊出席活動的時候 回到街鄉拍攝反貴冷 鵝仔的Ashinus 坦然要在22度的天氣下 工作也挺辛苦 還未必會回去看球 因為上次去的時候… 我覺得他需要一些時間投下 我才可以追訓你 他拍攝節目拍了三個星期 而且剛才天氣很冷,很辛苦 首先我的果凍已經不太好 天氣令你的嘴巴完全動不動 所以我拍攝的時候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而身為球迷的潘傑嶺 就到冰島、巴拿馬、秘魯 拍攝節目、世界盃欺客 他亦分享不少難忘事 有,其實當地的氣氛已經很像熱 例如在秘魯,我們香港也有一本 世界盃貼紙簿 貼上每個國家的球員 秘魯在公園裡 每晚會有很多人一起交換貼紙 你有哪個球員 我有這個,我跟你交換 我覺得如果有一天 香港也能進入世界盃 也有這個氣氛,我一定會很開心 至於問到今屆世界盃的心水 Ashinus當然支持自己的老家俄羅斯 我一定要 所以我覺得女士人一般吃得足球 他們力氣其他方面 他們很力氣,一些跟冰 跟冰有關,或是跟冬天有關的運動 但足球如果有一個幸運發生 可能今年就會有女士營 劉德華和太太 日前出席了女兒幼稚園的畢業典禮 雖然夫妻非常低調 不過華仔,畢竟是七宗的螢火蟲 無論如何都是很忠目的 除了有家長集郵之外 有目擊者更加看到樓太 好像大肚子 如果是,魚圈又多一宗喜事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再見 拜拜